早前我出了個帖叫做 今天我又要試讀了 相片裏面有十幾個產品 但下面的留言一面倒只是講一隻產品 我心想你當其他產品是死的 但觀眾永遠是對的 沒有辦法了 你們這樣說 我就逼著 做一條影片給大家看看 不要轉 為什麼這麼多人要說這隻產品呢 因為現在全世界暫時只有二十隻 暫時只有二十隻 現在有一隻就是在我手上 大家看看 這隻Fender A9 現在看到的是珍珠白色 之後會有變色龍的顏色和金屬金的顏色 但聽起來我覺得這個顏色好像最清最吸引 因為如果你變色龍的顏色 我覺得可能有點像... 可能有點像Layla 我不知道 因為Layla也是有點幻彩的樣子 但這隻珍珠白加個銀色的logo 我覺得很漂亮 好 接著打開它看看 原來可以溫柔 這條很漂亮的銀色線 這條銀色線 我覺得這條銀色線 都是珍珠白加銀色的造成的 還有它是有... 好像是漂亮的耳膠 然後... 那隻叫什麼耳膠 那隻叫做? 舒一燒 舒一燒的耳膠 有什麼那麼厲害 比較貼耳 貼耳 因為它是用醫學 所以會配合一隻Fender A9 會做一個很好的 對 醫學耳膠 如果你的耳朵有事 大了是好起來 好 大家... 我特意找一個黑色的盤子 讓大家看到 不要在桌子上 我看到有四隻尺寸 先給你一張照片 免得了 好 接著呢 我用慣呢 即比較穩陣 我用這個叫做細碼 有橡筋的 這裏有些小橡筋 是要... 解了一些橡筋 先拿出來 大家不要勉強拔 小心點 現在可以用一下 搞定 看看它的左右 底部有什麼 左 拍完 這邊就是我的右邊面 大家在這條影片 就可以看到我的右邊面 先聽聽 這個 它雖然叫A9 但其實它是六個單元 不要以為多單元就難推 其實是 暫時來說 我試過最容易推的一隻 因為為什麼呢 我之前如果你看過我其他影片 都可能有些人去到 到Mate 3、Mate 4、Mate 5、Mate 6 這一隻我是按iPhone的wall 去到Mate 7、Mate 8 即差不多接近一半 50%到60%的聲音 其實已經夠聲音了 這隻 非常易推 好 為了尊重它 除了用iPhone之外 所以我會用M2 一隻輸出挺大的Player 再試試 剛剛就用M2聽完 因為M2的輸出很大 就是3.7W 你見我插進去一聽 其實我已經要較小 給我平時用的耳機 因為這個是 剛才說的 的確是容易推 插進M2那裡 就更加明顯了 它的聲音底是清 我自己覺得清 但是就不淡 不薄 這個Monitor聲 不是說你要味精和Hi-Fi味的東西 是很Monitor的一隻耳機 但是它那個 它有一件事 我覺得挺搶耳的 就是那個Bass 那個Bass 竟然挺漂亮的 因為我剛才聽Rolling in the Deep 那些鼓聲 砰砰的聲音 那一下 它是實正得來 有密度得來 不會是拆 不會是打鼓皮那隻 它是那個鼓聲 踢下去那一下 已經很實在一下 我就很少 我想我未賺過 我出了這麼多條耳機 也未賺過一隻耳機的Bass 可能它突然間 這個Bass 是比較突出一點 其他高頻和中頻 是清 沒有什麼味道 而Bass是突出的 我覺得那個線要挺漂亮 那可能中高頻 要代它是 煲一煲 那條線 或者我不知道 總之 暫時來說 它取悠到我的 不是中高頻 反而是Bass 那由於這個 暫時 全世界只有20隻 我就會繼續 拿著周解去認得厲害 那我現在 就帶回它 去旺角聲製 歐個圈 拜拜